你减肥期间你一顿饭吃多少 也就是两个小包子或者是半个包米 五个大包子变成了两个小包子 那你不难受吗 当开始的时候就有点饿 但是后来也不饿了 因为每年看见自己一直在吊胜 饿也是值得的了 我跟你说啊 因为我们这节目在北京录嘛 对吧 北京最好吃的是什么呀 烤鸭 太诱惑了 也不要吃啊 不想 咬一口 不想 不想 好呀 这是北京的美食之一 北京有很多好吃的 它炉煮也不错是吧 不得了 特别香 你们不要说了 我能忍得住 我是一个能忍得住的人 真的吗 那也是我老公给我弟去厂城 看我给我妈妈 他们要走了就熟悉了一趟 他们都在吃 我自己啥也没吃 就喝了半瓶的 就冰了快点水嘛 我回来第二天一程 我还掉了一斤多 我说那个时候我幸快能忍住 要忍不住我就得掌声 我这身肉我就想尽快地掉下去以后 早点回家要孩子 就不到一百次绝对就不贪嘴 是吧 对 到了以后再吃烤鸭 对 那个时候带着宝宝一块吃烤鸭 是不是 被蹲到你去了 烤了 妈妈我得问一下 莉莉在减肥期间 有没有偷偷地吃过什么 绝对没有 我一直看着她呢 上互监督嘛 您呢 我更没有啊 我做妈妈的 我可以做个榜样 你平时最爱吃的是什么 零食最爱吃什么 方便面 你还说我坏 你这更坏 对还有辣椒 还有薯片啥的 这都是长胖的 哎呦 这都是油脂类 马上我们就上方便面 上薯片 你也能撑得住是吗 肯定不能吃 挺有毅力啊 因为我想送下来赶紧邀个孩子 圆我一个做母亲的梦 人一旦有了信念 就一路向西向西向西 是吧 减肥减肥减肥 不是 但是你有了老公以后 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 他一个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老是能干 不爱说话 他挺 还算不错吧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他有多重 120 我知道你老公今儿来了 对吗 来了 就在观众席中 来你俩这火眼金睛的 看一看 对 先别站起来啊 让我们看一看 找一找 你说点指标吧 让我们猜一猜 刚刚说120几 120几 120几身高 1米7左右 1米7左右 120几 我来重复一下 身高1米7 体重120 性别男 来 我觉得是带姓的那个 是不是你 不不不不 我觉得不会是 但是挺瘦嘛 你看120 你看哪个给我有呼吸像 有呼吸像的啊 我当时觉得有点像他 那个 我觉得是那个 他那个黑黑鸡 黑鸡了 是你吗 对 是你吗 来来来来 哦 我跟你讲 他真的很有福气 像他笑起来有酒窝 感觉 来 跟大家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莉莉的老公 叫张磊 今年28岁 张磊 欢迎你啊 欢迎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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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帅 真漂亮 莉莉那时候多重 莉莉有289 289 这都是批的 别看着 批的 好 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我要出一个谜题 请就台上这三位 打一种食品 是什么 汉堡包 太棒了 面包一点厚 露人包 大家觉得像汉堡吗 那现在张磊是120斤 当时结婚的时候 他体重最高峰 三个月前是 300 320 320 你俩中间差 多少斤啊 三个月以前 我俩擦了200斤 现在擦100斤 减肥之前 连汉堡都不吃 吃啥呢 包子 人家能整个包进去 找条张磊的是吧 张磊 你当时 这个跟莉莉 接触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这个体重啊 什么是个障碍呢 没有 看得下 就是100来斤吧 100来斤 这全人眼里 除西施吧 在你那个 看他的第一眼的时候 有一些男生 叫做一眼睛生死 看上一眼就看上一眼 你当时一眼 看上他什么了 就看他胖乎乎的 天开的 天醒来的 我眼都是最美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你就是看上他的柔软啊 对 欢迎认识啊 他在我女儿今年 有安全感 是吗 我来保护他嘛 可是莉莉 你看他 你会不会觉得 他有点太瘦弱了 跟你比 有点 你当时心里怎么想 我当时就觉得 早点还可以 你主要就是看颜值了 是吧 同一回领回家去 妈妈看见了 丈母娘看见这女婿了 什么感觉 就感觉特别瘦小 干干巴巴的 我们一句说 你女婿挺好的呀 我说这次太小了 小 啥子带着你们娘俩 给眼睛显大呀 你一家都是这样的 是吗 不是的 我老婆和我儿子都瘦 我们娘俩爱吃肉 他爷俩吧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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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日子过的 大家看一下 大哥不是我说 你真显得挺苍朗的 对 你在这家 确实过得不容易呀 你一把心三累呀 就是你们这家人 五口人现在是 对吧 对呀 就是两个杨贵妃 加三个营养不良 我认为你还是更尽的 出费妃 俺 album� fits人的 一样的 会 campo